哈喽大家好,我是花匠老赏 吊蓝是家庭常见的花卉 这种植物能够有效的吸附空气中的一些灰尘净化空气 非常好 相信很多家庭都有养着这种植物 但是吊蓝在养护的时候 怎样判断是否缺水 又该如何浇水 是一种比较难判断的事情 今天我就给朋友们分享一下 吊蓝这种植物如何判断是否缺水 首先观察它的叶片 如果出现打卷向里靠拢的现象 证明缺水比较严重 朋友们看它叶片 正常的情况下 这种叶片是平步深海向上生长的 现在它已经向里靠拢合并了 出现这种情况是缺水缺的比较严重了 第二点观察它的叶片的颜色 正常情况下 吊蓝的颜色是非常翠绿的 而不是那种翻白浅绿的颜色 如果它的叶片出现翻白浅绿的情况 证明缺水已经非常严重了 这种情况就是应该浇水了 朋友们看一下这几盆吊蓝 这几盆它的吊蓝 它的叶片都是非常的翠绿 而且非常好看 这一盆也是 不是那种翻白色的 所以说当吊蓝的叶片出现这种翻白的现象 证明就确实有严重了 这时候就要浇水了 再一点 观察它的叶片 如果有打拧的现象 证明缺水比较严重 朋友们看这盆吊蓝 它的叶片都下垂的比较严重 这也是缺水的一个见效 情况下 我们就要及时给吊蓝补充水费 朋友们浇水的时候可以使用喷壶 慢慢的去浇水 确保能够浇透 千万不要使大水去灌溉它 这样很容易浇不透 而从盆底流出来 我们使用喷壶浇水慢慢的向里渗透 这样更有利于它根系的吸收 也更有利于缓解干旱现象 以上这几点都是 调来的日常养护的时候 一些小知识 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好了 今天就分享这些 我是花江老赏 关注我 养花更简单 谢谢